人生不輪十之八九 我愛的人不愛我大家好 歡迎收看厭世甜點店 我是Nanako 甜點環幼世界這個系列 我們已經去過了瑞典 今天旁邊疑點 來到了幸福程度數一數二的國家 丹麥 那丹麥的人 他們非常的重視環保 熱愛自然 那有關於他們甜點 是什麼樣的呈現呢 讓Nanako今天教你一道 他們最經典的 蘋果肉粿蛋糕 那蘋果呢我們要準備兩顆 一顆是拿來做裡面的內餡 也就是焦糖蘋果 另外一個呢就是 那另外一顆呢 是等我們蛋糊都完成之後 我們擺在上面當一些裝飾 所以兩顆其實就可以一起處理 該不會削皮也要 也要take吧 哇 就看去俐不俐落啊 很俐落啊 哇你看 刮得這樣子 拜託 我們今天要學習的是 丹麥人的什麼 慢步調 放鬆 有時候空險之後 一杯紅酒一杯咖啡 配一個蛋糕 那那個蛋糕在哪裡 就是等下會做出來的那個蛋糕 蘋果肉粿蛋糕 丹麥分數扣一分 我們削完皮之後呢 有一個是要切成丁 我們還是要把這些 地去掉 然後中間就是稍微 往裡面切 它的地就掉下來 嘖 這種就是每個人吃得會開心的蘋果 就是這樣切的 好難喔 我好想變 我好想變公主病喔 馬上放棄 幫我削水果 油脂的我不吃 我現在觀眾朋友可能會發現 我今天身上多了一個東西 但是我先不要跟大家講 那東西很好很好看到啊 這是我的笑容 哈哈哈哈哈哈 一半的一半 一半的一半是多少 四分之一 謝謝 另外一個就是只要切成四分之一 我們真的四半蘋果呢 到時候是會放在麵糊上 一起進去烘烤 那我們就是讓它有一點花紋 所以我們就大概幫它 做出一點 切痕 像這樣子 有點像洋蔥的切痕其實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是 其實你也 你先等一下 我先等一下 太快了 我太快了 抱歉 做甜點不要像 拿拿口那麼刮躁 有時候 需要學習另外一個國家的精神 畢竟我們今天環遊世界 都得到斑賣了 手又怎麼了 手 有點重 就是 活絡一下筋骨啦 好好好 來 這四半呢 我們就先不動它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裡面內餡的焦糖蘋果 那我們就是 開火 奶油跟糖加下去 大概中火就可以了 我們這個焦糖是不加水的 也請安 這起 它是正常的 看不到奶油之後 我們把檸檬汁下下來 檸檬汁提個味 這種聲音 有沒有 像火災現場 像這種深褐色的呢 我們就可以把蘋果加下去囉 這個時候呢 我們那個 米酒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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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三杯啦 因為蘋果它會越煮越出水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要煮太久 我們只要看到它 所有的蘋果丁都有均勻的裹上焦糖 我們就可以關火 然後放在旁邊先備用 煮完焦糖蘋果之後呢 我們要進行蛋糕糊的這個製作 常溫奶油就下到這一鍋 奶油呢 就是用快速且優雅 這樣有優雅嗎 沒有 你有幾顆蛋 兩顆 對 蛋液下進去 分次下 第一次下進去之後 我們一樣 欸不對 有時候要練一下左手 你知道嗎 不可以一直用慣用的手 謝謝 謝謝 有一些東西歪掉了 我心裡某些東西歪掉了 要把它喬正 要把它喬正 真的 但是我班不雲 我 我把你們三點才嚇得了班 好啦好啦 換回來 很賣力耶 沒有 就是 仇上自然 我是用美人魚的姿態 我已經跟大自然融為一體了 把剩下的蛋呢 一樣用這樣的姿態 然後把它攪拌 哇 那我們 攪拌完這個蛋呢 不要拍到我的短褲 老了 我真的不行了 我31歲了 我覺得有些人會看到我的辛苦啦 希望他可以給我們更多的這個合作機會 我如此賣命 粉裡面就是已經把低粉跟發粉過篩了 然後也是一樣 分兩次 我要回復正常 我不行 我腰不行了 那拌到呢 這個麵糊都沒有白色的粉粒就可以了 我們接著就是下一點肉桂粉 就把它拌勻 可加可不加啦 但人家 就是有加 所以我們今天要完美重現 那個蔓越莓 那蔓越莓是Nanako自己加的 就是讓蘋果之外還有一個酸甜的味道 烤這種就是麵粉類的蛋糕其實你不用太去在意 抹的平整度啦 所以我就用烘焙紙把它折成一個抹醬就好了 烤糖蘋果要把它倒下來 那個焦糖水我們就不下了 以免它怎麼樣太甜了 稍微翻攪一下 讓它融合在裡面 那其實它麵糊就會吃到焦糖的香氣 那個麵糊蓋過焦糖蘋果 抹瓶之後呢 大家還記得節目一開始的時候切的蘋果嗎 那你擺的時候你不用太用力往下壓 因為它蛋糕會自然膨起來 輕輕的放上去 不會往旁邊跑這樣移動就好了 好 然後就放一個十字 那我們在進塾之前呢 我們在蘋果上面呢 就是把肉桂粉撒上去 肉桂受熱 哇那個香氣我告訴你 我再配上一杯咖啡 一杯紅酒配點銀銀 走銀是不是 抱歉 剛才怎麼有鬼在叫 那撒完肉桂粉之後呢 我們就是把它送進烤箱 然後一百七十度加熱三十五分鐘 就可以享用熱騰騰的蘋果肉桂蛋糕囉 最後我們把它脫模出來之後呢 好你可以看到這個優雅 崇尚自然的這個花紋 有沒有 哇 這個蘋果 放上去的時候你不要壓得太大力 因為它有發粉 所以它會膨起來 就在上面撒一些防潮糖粉 那這個蛋糕呢 建議大家烤出來的時候 常溫放就好了 其實它放在冷藏反而會變乾 然後兩天吃完 入口滿滿的肉桂味 它經過我們一開始煮之後 又拿去烤之後 那個汁啊 焦糖的水分會被鎖在裡面啊 這個蛋糕很適合熱熱的時候拿出來吃 但是要在冬天的時候吃 因為我覺得它會讓身心裡感覺很溫暖 好了 享受了這麼美味的丹麥蛋糕之後呢 想必須各位觀眾朋友一定 默默的發現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都帶到 Nanako的左手 好 這個品牌叫 Nord Green 好 諾德格林 我們有機會認識到這個丹麥的品牌 它也非常的簡約跟大方 那 它的表面呢其實是大 而且其實它Loco非常的小 我是還蠻喜歡這樣的設計 因為其實跟我的感情一樣怎麼樣 一成不然 哈哈哈哈哈 那諾德格林呢 它的手錶另外一個非常有特色 是它的錶帶是可以自由去替換的 我下次可能就戴這個玫瑰巾 有泰鋼王格的 又是不一樣的風格 台灣現在就是有實體店面 你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你可以去試戴 但是 到他們的官網呢 輸入我們的 厭世甜點的代碼之後呢 你的商品就會有八折的優惠 八折啊各位傭親 好不好 好 如果你喜歡像Loco一樣 知心帥氣美麗健康 充滿活力 哦 好的那因為Loco這個品牌呢 它非常忠視全球的議題 所以當你購買了他們手錶之後呢 你可以上網 然後去選擇你所要贊助 改善的一個議題 消費之餘呢 你可以去為這個議題 貢獻一份自己心理 今天Loco給大家怎麼樣 滿滿的大評 不是 滿滿的大丹麥 希望大家可以在丹麥這個國度 盡情的享受他們的風險 學習他們的步調 那下次呢 我們這個環遊世界的甜點 會到哪一個國家 就看我們的戰術上是哪一個國家 如果你喜歡環遊甜點的系列 也喜歡Loco的節目 麻煩你持續分享跟訂閱我們的 快點更新 Naloco會在現場跟大家看直播呢 是唯一一次近距離的接觸 Naloco 喔沒有啦 還可以來店裡找我啦 下次見 掰 上次還有想說戴三個 我想說會被罵 火眼金金 欸這誰挑的啊 這誰的品味這麼好 哇 Doco的品味真的不錯耶 我當然是挑這種啊 玫瑰金 太剛網格 我告訴我多多超喜歡這一隻的 現在很多少女美女 少婦 漂亮的媽媽眼中也是非常經典的顏色 哇 好美喔 你說叫我送他喔 他說真的要不要死他 假的 不可能 不可能 等我十萬訂閱我們送他一隻好了 死定了講出去 水又潑出去了 多多會看耶 GQ就是這樣啊 GQ不是要擺一些 怪姿勢嗎 自以為是啊 自以為是啊 很殺眼神很殺 但是他其實是在賣表 就在講我是不是 很近耶 那些模特兒也是很辛苦耶 他們好像都是一直拍一直拍 你就一直在那邊 對啊 像Ricky不是這樣嗎 對啊 屁欸 哪裡啊 當然哪裡有北歐敢 慢動作 那是慢動作 抱歉 我會錯意了 你們都遇到好的女生 你們運氣不錯 真的蠻好相處的 但大白的女朋友會叫我幫她煮泡麵 對 我要先講 我剛剛就開了一下小超 謝謝你提醒 大白 哈哈哈哈 死定了 我下次要跟觀眾 要跟觀眾買對表 好